好的 谢谢施老师的介绍 那我现在就先共享我的屏幕 大家能够看到我 施老师能看到我的屏幕吧 我可以看到你挺非常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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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 今天给大家分享我们前一阶段所做的 基于工作流的疫情数据 实际工具的模型与统计分析 这样一个小内容 然后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在鲍老师的指导下 在虎特勒帮助上一起完成的 然后这里面也是我们团队 一直也希望能够将工作流这种方法 然后和大家各种科研团队 一起能够很好的合作的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主要一个来源 现在我就 首先我是来自武汉大学 牛林波 那么现在我将开始我的介绍 那么首先我们这个研究有一个背景 就是我们是在 就是大家知道上一讲的是 密西根大学的宋全坤老师 讲了他的有关疫情的一些研究 但实际上在他前几讲里面 也是在疫情刚开始发生初期 他们这个团队已经发布过这样一个ESIR的package 然后这个项目主要的立足点是在研究了关于这个时空可变 就是在时间 在根据时间所变化的这个传播速率在ESIR中的应用 所以这里面它将这个武汉市的不同阶段的时空管控的这个政策 然后结合不同的这个阶段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传播速率 进行了这样一个带入 然后借此呢来分析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些政策 会对我们传播速率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 给我们 给我也特别 尤其给我吧 很大的这样一个触动 就我们以往的这个传统SIR模型呢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beta是一个固定值 那么在这个里面它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做了一个可变的一个beta 然后beta如何随这个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那实际上时间变化对这个传播速率之间是有很强的联系的 所以这是我们一个这个大的背景 那么我们是在我的理解里面 我认为呢 因为我们是做空间设计和空间研究的 我们可以认为呢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传播速率 实际上可以由这个空间接触机会来界定 比如说我们说的间接接触 是吧 直接接触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空间的这个飞扑的传播 实际上这些疾病的传播 都是与我们说的这个空间接触有关系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这个基础的SIR模式里面 实际上是缺少这些要素 来表达我们说这种传播的 我们的空间接触概率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 这是我们在一个局部空间上来看 实际上一个概念 那我们再把空间放得更大一点 如果把这个视线放到一个更宏观的尺度来看 那实际上我们传统SIR模式是一个昌食模式 关注单个区域的 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空间上而言 空间的存在着网络 存在着相互的关联度 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基本的这个SIR模式 也缺乏一个相邻区域的空间影响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那可以说这个方面是一个两个层面的 第一个就是在局部空间之中 人与人的接触的概率是不同的 随着是尤其是随着时间变化 比如说我们随着这个政策的这个引导 那么大家可随着隔离的措施的这个加剧 随着大家意识的提高 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接触的概率 它会自动的会进行这个降低 那么同时对于这个空间相关性而言 我们比如说临近去比较武汉和其他城市之间 因为武汉的这个叫什么 到达湖北其他城市 使得其他城市的面临这个疫情的风险变得更高 可以看到其实空间之间也是存在相互重要的 我们是我们就想能否将这两个要素 带入到我们这个SIR模式里面 去分析我们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实际的状况 所以说我们主要是考虑这个两个要素 那么本次的研究 我们也希望首先第一个是 我们来这个研究一下COVID-19的这个 它的空间效应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去了解 到底是我们这个空间 这个疾病传播数据和空间的相关性是什么 和时间是什么 是相关性是什么样的 然后最后一个我们也希望呢 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开源性的 这个工作流的平台上 来完成这样一个设计 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双重目标的